中共病毒疫苗 無論是中國大陸 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 凡是接種中國產疫苗多的地方 疫情反而加重 這個現象引發大家對中國產疫苗的擔憂 6月20日中國國家衛健委通報說 直至19日全國31省市 中共病毒疫苗累計接種超過10億劑次 其中從9億劑次到突破10億劑次 只是用了5天的時間 然而接種人群越多的地方 病毒感染病例就越高 以廣東為例 據陸媒報導 廣東的接種數量超過1億劑次 是全國排第一 另據廣東省衛健委提供的數據 截至6月20日下午6時 廣東累計接種1億112.43萬劑次 累計接種6674.46萬人 共有3,572.17萬人完成全程接種 覆蓋率達28.35% 不過廣東目前似乎處於半封省的狀態 疫情是全國所有省份中最嚴重的 從深圳出省須憑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東遠對13個社區進行封閉管理 全部人接受核酸檢測 佛山由於延遲解封 更日引發民怨 網上的影片顯示 數以萬計的廣州居民 在體育場內通宵排隊等候核酸檢測 根據牛津大學線上資料庫 用資料看世界 Our World in Data 的統計 在全球疫情最嚴重的10個國家中 有9個國家使用的是中國疫苗 摩根大通在6月中旬的報告中顯示 有8個國家在接種中國產疫苗之後 疫情不降反升 接種的越多感染的越多